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聪 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來到東京的成田機場 那這次有什麼搞呢 我和阿多姐和阿Jing 我們過來東京學飄移 真是東京飄移啊 我托海 我們坐地視山 聰明山會給人笑的嗎 怎麼笑的 我們沒車啊 你在那邊租啊 你車子租 我們租台這樣的山聰明山會不會變 絕對OK的 絕對OK嗎 很多的 想聰明山給我們看一看 啊 讓他看看拖海實力 我是常常回歸我的主場 終於來到我們的學車場 哇 我想說 我去那個車 那個是不是炒完啊 這部是不是炒了車啊 這個就是我的師傅 Hello 你好 你好 這個是不是世界冠軍一個來的 噢 他是07年飄移的世界冠軍 17年了 17年飄移世界冠軍 而我就是100年的象棋冠軍 好了 那我們 我上車就 我不是上車就是了 我想跟家人說 打電話給家人 打電話給家人 混蛋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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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有問題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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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哇 哇 我的可怕 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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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給我 哇 哇 哇 嘩 好丟 原來呢 叫你冷靜點 現在因為你不冷靜搞成這樣 好丟 發哥現在自己搶著 只要看上新開發的節能問題 同樣多的油量 卻能比以前跑得更遠 發哥 怎樣 我想知道怎麼飄移沒有肥仔 因為這個位置是很難進來 我連頭都頂著 我連頭都頂著 現在玩了 你看你的樣子 第一天的訓練就完了 今天暫時未學到飄移 熟悉了怎樣開這個棍波車 我們現在就要離開我們這個練習場地 所以現在他們就要把那些車 那先運走 來到第二天 現在就轉了一個新的學車場 昨天是我們第一天來 主要是感受一下 和體驗一下 什麼是飄移 那今天呢 如無以外 希望就可以 真的去學習一下怎樣飄移 不知道行不行的 我們只有幾天時間 希望可以在這個旅程上 能夠學會飄移 如果紅旗之後再升個綠色旗 可以開車 剛剛的姐姐就有講解 各種不同的旗 有什麼用 還有一些要注意的東西 其實現在就越來越大雨 真的會有一點點危險 還有大家留意到 其實我們現場是會有一個翻譯的 所以如果將來你們看完這段影片 有興趣過來載這個飄移的旅行團 其實都不需要擔心 不懂溝通 因為一定有一個翻譯的 所以溝通方面 絕對不需要擔心 好了 現在我的車和教練都回來了 要開始我人生第一次 真正的飄移初體驗 我要拿回我秋明山車神 這個稱號回來 我一直做得到 一般做得到 這個人真的不懂 一快來死步 馬上踩到幾個字 對 那去踩到這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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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飄躍,剛剛不是 成功了 給我,給我,給我 多一點,快一點 停車,大 好,好,好,來 好像飄到了 剛剛是我人生第一次 成功撞彩飄動 有教練做證 可以給我一點點 我想問,剛剛那個是 有什麼地方要改善? 你開頭的拉手掣入彎是OK的 做到一個動作 現在是差給油才能出彎 還有幾滴子控制要集中一點 就是踩幾滴子,然後拉手掣 就放在軚盤 就立刻被油抓住嗎? 對角度就立刻抓住 角度一對就立刻抓住 開油 所以我剛才是飄移 輕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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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OK,沒問題,我托過來 OK OK 現在就要試試這個 他們稱為追走 什麼追走呢? 一間就會有幾部車 應該兩部吧 這樣就會並排一起飄移 進彎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車手 我就試試拍一下 因為我第一次試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清楚給大家看 Hello Hello 那麼多姐就會坐這部車 還沒什麼 追擊 從頭到頭到尾巴 這部車 從頭到尾巴 好像她在・・・ 快点快点 对不起 香港国发装 用外福建啦 玩完了 刚刚就试完了 有一两下就叫做勉强飘到 但飘完之后就停在那裏 我给油的时候就 角度已经不对了 再走就抄了 所以勉强来说也叫做勉强一点 但未完全掌握到 不能够随心所欲使出这个飘移 但也叫大约认识到如何飘 多谢刚刚玩完了 在这裏 先访一下它 Good Job Good Job OK Good Job 好棒 我竟然飘到 是我 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 好 我 我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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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做好 好像差更差 它没有看过飘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試駕完 我不知道是否飄到 他們說好像見到一兩下飄到 要看影片才知道 我們看看教練有什麼意見 少許做得好 少許做得好 有能用 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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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不再沒能用了 嘩 嘩 你是少許 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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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No No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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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媽媽也要加上粗口 媽媽 媽媽 你把人教壞了 她都教壞了 少許 少許 大大粗粗 少許 粗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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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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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許 回到澳門了 今次都在日本飄移之旅 非常好玩 非常難忘 我相信很多人對飄移這件事 應該都不陌生 可能看電影有看過 看片有看過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飄移這件事 是很遙不可及的 好像 哪有可能 我學到 真的要托海才做到 但今次真的去了日本 學 發現原來有沒有想像中 那麼難上手 即是我們用了三天時間 都已經可以初步 掌握到怎樣飄移 而且整個過癮 整個過程 其實我自己就不喜歡充車 但是你在賽車場上玩 其實感覺完全不同 因為是暢通無阻 自由自在 還有飄移的時候 那些 我不知道是否叫離心力 還是甚麼 真是挺過癮的 看完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一起參加 你們可以去 OutProgress的Facebook 查詢一下 以我所知 他們一年內 都會有幾次飄移旅行團 以及職業級的師傅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喜歡我的朋友 就繼續喜歡我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